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6月22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已经失联多时的央视知名主持人 董卿的丈夫密春雷 周二收到中国证监会的警示函 并且被寄入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他旗下的蓝海医疗 也在同日被终止股票上市 蓝海医疗公告称 公司昨天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上交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同时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 向该公司出示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显示 蓝海医疗及其公司董事长密春雷等管理层 因为未安规定披露资金占用 债权未收回等信息 海南监管局决定 对公司及密春雷等人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也就是出具警示函 并且寄入资本市场诚信信息数据库 值得注意的是 自今年年初起 密春雷就已经去向不明 公司曾经在4月26日 对上交所的回复函中称 公司已经无法与密春雷取得联系 据公告称 此次退市主要是由于其财务标准不达标 2020年蓝海医疗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数 而且营业收入低于人民币1亿元 按照相关规定 蓝海医疗的股票将于6月28日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上交所将会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5个交易日内 对蓝海医疗股票予以摘牌终止上市 股票在A股摘牌后将会转入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进行股份转让 而蓝海医疗仍然可以向上交所申请复合 做出最后一搏 工作人员也称公司正在考虑申请复合 不过从以往经验来看 蓝海医疗翻身的几率十分渺茫 蓝海医疗是一家主要提供全科门诊 医学美容以及住院服务的民营医疗公司 过去三年营收总共就2.2亿元 却亏掉了6.8亿元 相当于门诊营业一天就要亏损62万元 业绩爆雷的同时 公司实控人蜜春雷也已经失联半年 有媒体称今年元旦前 蓝海医疗董事长蜜春雷被经济侦查部门带走 而TN查数据显示 蜜春雷掌舵旗下 还有上海人寿 上海中营产业等近百家控股公司 在蜜春雷失联的前夕 上海人寿的投资总监也被带走调查 那么讲回这家蓝海医疗 蓝海医疗的前身是中海海胜 原本是一家航运上市公司 而2016年 国务院发布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表示政府会进一步支持民营医疗 蜜春雷看到了这一政策利好消息 就将原本的航运资产剥离干净 大刀阔斧的布局高端医疗诊所 高端康复医院等业务 除了医疗之外 蜜春雷的业务还横跨保险 银行、戏车、融资租赁等多个领域 在获得保险牌照之后 蓝海集团又分别入股了上海农商行 与曲晋市商业银行 公开资料显示 1978年出生的蜜春雷 毕业于上海的同济大学土木建筑系 毕业后跑过运输也做过建筑工程 在2019年的胡润百富榜上 蜜春雷以60亿元身价排名684位 而2020年的胡润百富榜中 其身价已经攀升至105亿元 我们刚刚讲到了 蜜春雷之所以会将海运公司 转变为医疗公司 正是因为2016年 政府开始支持民营医疗 然而今天 医疗板块的股票却集体暴跌 马云旗下的阿里健康 和刘强东旗下的京东健康 更是分别领跌14%和15% 是11个月和2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恒生医疗保健指数下跌3.1% 指数中的75家公司中有62家都在下跌 保跌的原因是有媒体报道 北京可能要禁止第三方平台 通过互联网提供药品服务 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 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监管机构将会澄清5月份 一项药品监管规则提案中 提到的第三方平台的定义 包括考虑禁止第三方平台在线销售药品 在第三方医疗平台中 阿里健康和平安医疗是恒生科技指数 自3月中旬以来表现最差的股票 最近投资者正在开始相信 北京将会逐步放弃对科技行业的监管 而收紧网络医疗平台的消息 在市场上再次引发了不安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 影响范围应该是有限的 因为北京方面已经誓言要支持平台经济 与此同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主持了一次会议 批准促进金融科技行业的健康发展 这表明对蚂蚁集团等科技金融公司的 广泛打击的确正在缓和 习近平主持召开的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表示 将会鼓励企业回归本源 同时当局将会改善监管 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将确保支付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安全 并且努力预防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同时据知情人士透露 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最早将与本月申请 关键的金融牌照 这表明蚂蚁的漫长改革之路越来越接近于 满足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的要求 知情人士表示 中国央行打算在蚂蚁提交成为 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请之后 接受该申请 然后将启动可能需要数月时间的审查程序 这些举措将标志着蚂蚁集团 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 也就是确认该公司 可以在央行的监督下维持其金融业务 这为它的重新上市扫清了道路 但是对马云的金融帝国来说 将是一个大大的削弱 政府将会大幅度的抑制 蚂蚁在消费金融领域的增长 也正是这个原因 蚂蚁的估值从原本的2,350亿美元 已经下跌至约780亿美元 另外有四名知情人士称 面对来自中国政府的监管压力 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 正在逐步解除彼此的合作关系 寻求各自独立 而在过去 蚂蚁集团在申请上市的时候 曾经表态 与阿里巴巴的协同效应 是它的关键优势之一 据知情人士称 在中国一连串的监管措施之后 阿里巴巴与蚂蚁集团之间的合作关系 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两家公司正在逐步解除 彼此之间的业务往来 同时寻求独立建立新的业务 与此同时 两家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 也逐渐变成了竞争关系 这两家公司会限制对方 使用自家的业务或者支付系统 两家公司还会争夺彼此的客户 限制内部员工互相交流 甚至是与对方的竞争对手 发展合作关系 这在两年前是难以想象的 知情人士提到 蚂蚁集团寻求在海外扩张业务时 多次强调自己已经独立于阿里巴巴 而阿里巴巴也正在尝试建立一个 可以与蚂蚁集团相竞争的跨境交易工具 并且在今年4月份 推出了自己的跨境交易支付工具 知情人士称 多年来两家公司都共享一个内部的在线论坛 但是去年11月起 蚂蚁集团员工被告知 蚂蚁集团将会建立自己的独立论坛 禁止阿里巴巴的员工参与 此外 蚂蚁集团的员工 过去也可以申请成为阿里巴巴的后备员工 但是今年早些时候 员工被告知 这项计划将被取消 阿里巴巴将被视为外部公司 两家公司的运营 走向分离的现象 凸显了中国商业格局的新现实 中国官方不愿意看到权力 集中在私营企业的手中 尽管现在的迹象表明 监管力度正在逐步放松 但是中国官方仍然对平台经济的垄断现象 持谨慎态度 另外 随着7月1日的逐渐临近 中国国家领导人是否会赴香港 参加回归庆典引发关注 香港媒体引述消息称 若领导人赴港参加仪式将会当天来回 而乘坐高铁将是优先选择 人民日报本周发表了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星系湘江的文章 并外界再次认为习近平防港的机会更大了 据香港《明报》报道 多名消息室透露 国家领导人七一 很可能会乘搭高铁抵达香港 香港的西九龙高铁站 也将会是抵港的地点选择 香港西九龙站从2020年1月30日起 就因为疫情暂时关闭 记者发现 关闭的高铁站的警官台部分位置 从前天起围上了橙色的带子 现场也有警车在附近巡逻 另外香港科学院的员工也收到通知 称七一会有重要人物到访 需要参观科学院 园内已经开始提前布置 香港政界人士评估 如果习近平入住香港酒店 疫情风险太大 因此很有可能是当天往返 周三 评级机构标普全球 将中国政府入股的国有地产开发商 绿地集团的公司评级 下调至选择性违约 因为绿地将其5亿美元的债券期限延长了一年 总部位于上海的绿地 是这场房地产危机中 第一家延长还款期限的国有开发商 标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认为当这些票据到期 绿地很有可能缺乏资金 来全额偿还这些票据 绿地集团是中国第七大房地产开发商 杠杆率一直很高 而三条红线的政策出台之后 绿地一直面临着流动性紧张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